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这个Part 我们这个Part主要来介绍取样定理 然后取样定理在数学线稍处理器里面是非常重要 因为满足取样定理之后 我们后面做的处理才是有意义的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取样定理 然後左邊是一個類比訊號 然後它經過 CTFT 之後可以得到頻譜的訊息 也就是圖形右邊的 它的頻塊是 B 那我們來看取樣定理 就是說我們必須先把連續訊號先做取樣 取樣完得到圖形左邊這樣圖形 再接下來經過我們的 DTFT 可以得到我們右邊的圖形 頻譜的圖形 然後在我們之前提到了 DTFT 跟 CTFT 之間它是有一個 重複的關係 也就是說 DTFT 的圖形 是 CTFT 圖形的重複 那至於如何重複呢 就是說把 每個 CTFT 的圖形 位於 FS 不同的FS 就可以得到 DTFT 圖形 所以從圖上來看到 它每個三角形 它的中心點都是在 FS 的地方 在FS 整數倍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 DTFT 圖形 就是一個 CTFT 圖形的重複 也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特性 我們才會有取樣定理的概念 如果你的取樣頻率 太低的話 會造成說 你 每個三角形 屏譜上會有一個 Aliasing 的現象 會重疊在一起 好 那重疊在一起會導致說 我們的屏譜上就會 失真 好 那我們如果把屏譜上去 2分之FS 到負2分之FS 這之間取下來 再經過 反轉換 所得到的 類比訊號就會失真 所以這樣的取樣頻率是不合的 因為 因為 在我們還沒做任何數位訊號處理之前 我們光在取樣上 就沒有辦法還原成 原本的類比訊號 代表這樣的取樣頻率是不對的 好 至於怎麼樣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我想 解決方式怎麼樣 就是 把 我們的取樣頻率 變高嘛 也就是取樣頻率的 概念 好 那我們這邊很簡單的圖形來說明 假設我們 DTFT 的圖形是這樣 它的頻寬是 B 那下一個 三角形 中心點在FS的地方 也就是說 這個三角形它左邊的 點是 FS-B 因為它的頻寬是B 好 為了避免它們有 Aliasing的現象發生 所以我們得到 FS-B 必須大於B 好 這樣才不會 有Aliasing的現象 也就是說 FS要大於等於2B 取樣頻率必須大於 2B的頻寬 這兩三角形才不會 Aliasing 好 所以從這個圖上就可以 很簡單知道 取樣定率為什麼是要大於2B的頻寬 好 就可以來解釋 所以 Nyquist 跟 Shannon 在1928跟1949年就分別提出這樣的概念 如果知道信號的最大頻率內容 就可以 定義它是頻寬嘛 那我們取樣頻率就必須要 至少要 大於2B的頻寬 FS要大於等於2B的頻寬 那取樣完之後 的取樣點 我們就可以用這些取樣點 中時底重建原本的連續時間訊號 在這樣的條件下 那些取樣點 就有辦法來中時的還原成原本的連續時間訊號 不然就會失真 就像剛才之前提到兔形 因為它頻譜已經 失真 所以它的 還原之後的類比訊號 也會失真 然後在實務上操作我們的取樣頻率 盡量能大就大 但是也不能大到說我們後面的處理器 無法負擔 所以通常我們不會只取2B會取更多 但是你也不能取到說 後面的數位訊號處理器 沒辦法負擔這樣的計算量 然後 至於如何把 數位訊號還原成類比訊號 我們就用 反運算 反轉換 然後這個視為是就告訴我們說如何 把那個 頻譜上做一個反轉換 得到我們sa 好 那最後得到這個式子 然後這個式子我們發現到說 這個 裡面這個 sa 就是我們代表我們的取樣點 後面乘上一個 像sync 的訊號 也就是說 把每個 取樣點乘上這個sync 全部加起來之後 前面有個sync 就可以還原原本的 類比訊號 sa 然後這事實上 是由數學式子 來表示 來證明說 我如何 用我們的 取樣點來還原成原本的類比訊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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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只是說明說 我們怎麼樣做數學轉換 然後在之前的課程上已經有提到說 好我們最後可以證明到說這個 積分結果 就等於 這一個 sync function 等於說我們可以忠實的還原 這是取樣點 好 如果從圖形上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 第一個紅色這個點 是我們的 數學訊號取樣點 好 那我們把這個取樣點乘上我們剛才講的 G of T 好就右邊的式子 乘完之後得到紅色的曲線 那第二個取樣點 藍色的點乘上G of T 得到藍色這條曲線 好那綠色也一樣 好 那最後紫色也一樣 最後把這些 曲線加起來 就可以得到原本的類比訊號 也就是橘色這條線 好那這邊 G of T 它是個 像一個sync function這樣的坡形 那它是往 左右延伸到無窮遠 如果我們在實際上操作的時候 我們有辦法 實錯這一個G of T 嗎 基本上是不可能 所以這邊只提到說 理論上我們可以忠實的還原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要真的來還原的話 因為G of T 是沒有辦法 完全的實錯出來 所以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在實錯上可以得到 只是理論上我們可以忠實的 還原回去這樣 那這邊有個例子 說明說 假設我有一個類比訊號 我們結果 CTFT 跟 DTFT 的結果是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圖形上 從最左邊 左上角圖形看到它是它的訊號嘛 右邊它是它的 CTFT 然後 左邊的中間那個圖形是經過取樣 之後 然後取樣時間是三分之一秒 三分之一秒 分別得到結果 然後得到右邊它的 DTFT的圖形 然後 左下 那個圖形是 取樣時間是一秒 得到 右下那個 DTFT的結果 好這邊看到說 因為我中間那個圖形它取樣是 T的三分之一嘛 代表它的取樣頻率是 3Hz 所以 它 DTFT 每一個 波形 怎麼樣 間隔是3Hz 然後 右邊右下角是因為它取樣頻率是1Hz 所以它很多三角形都怎麼樣 間隔是1Hz 所以 當你取樣時間 是 一秒鐘 取樣頻率是1Hz 的時候 它會有 疊價的現象 好因為訊號本身 CTFT它的 頻寬 比1Hz來大 導致說你右下角的圖形 它兩個 波形之間會有 會有 會有 的現象發生 這都會照導致頻譜失真 好 那一旦失真之後啊 我們怎麼樣 我們在把它取下來之後 我們要還原 所以 還原回去的時候 當你取樣頻率是3Hz 你還原的時候 訊號就不會有失真嘛 但是如果你取樣頻率是1Hz 的時候 還原之後 這訊號就會有失真 像圖形上 的結果一樣 各位同學 這個part我們介紹了 取樣定理 我們複習之前所談到的取樣定理 我們也說明了為什麼 我們的取樣頻率 必須是 信號頻寬的 兩倍以上 主要是從 CTFT 跟 DTFT之間的關係 來討論 那了解這之後 我們之後在做 虛位信號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 不會犯 這個錯誤 至少我們 取樣的 頻率必須大於 頻寬的兩倍以上 不然 頻譜就會有失真 好那實際上我們當然 取樣頻率 會大於兩倍以上 這主要看 你後面處理器 的運算量 如果在運算量的負擔 可容許下 我們當然可以取得 比較高的取樣頻率 來讓我們訓號 表現得更 更真實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